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能聊特斯拉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特斯拉第二季度财报的几个重要的看点 第一个看点就是第二季度的交付数量 第二个看点就是他们的ZEV Credit, Zero Emission Credit 还有他们的Full Self-Driving Revenue Recognition 第三个看点就是特斯拉这次是否会被纳入标普古百的条件 视频开始前,请大家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你对特斯拉这个公司和股票的态度是看多还是看空 我个人是非常看好这个公司的 但是我欢迎不同的声音,可以一起讨论 第一个看点就是它第二季度的交付数量 之前华尔街预测大约是在6万到7万台左右 和去年统计相比会下降25% 但是这个数据在7月2号美国时间开盘出来之后 让所有人都打脸了眼睛 特斯拉在第二季度交付了90,650台 和去年统计相比只下降了4.8% 虽然没有去年交付的多 但是这个数据却说明了很多问题 特斯拉最大的Fremont工厂在第二季度整整关了6周 相当于一半的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 在剩下的6周时间里 它能非常快的重新开启产能、开启制造 然后并且交付9万台车 非常的让人惊讶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上海的超级工厂在这次疫情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同时也为这次超格支付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相反如果这6周时间它都是全力以赴生产的话 这个数据将会非常的令人惊艳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 特斯拉的产能和需求是远远没有到天花板的 过去的10年里它基本都是造多少车能卖多少车 从来没有说像其他车厂一样库存积压或者是需求下降的这种状态 第二看点就是Zepcredit还有他们的自动驾驶的利润的recognition Zero Emission Vehicle Credit 大家可以列解成是一个指标 所有的汽车制造厂他们在面对监管的时候 必须要将他们的零排放汽车标准保持在一个百分比 如果他们达不到这样一个百分比 就会遭到罚款 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像特斯拉这种纯电动汽车企业购买这种指标 来降低他们的百分比 所以说特斯拉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盈利 就拿第一季度来说特斯拉卖了354个million 这个数据非常无法预测 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非常的不确定因素 Revenue Recognition就是说他们的自动驾驶这部分利润 并非在你买车的那一瞬间就会被确认成利润 而是说它是在一个时间区间内被逐渐确认成利润 所以说有多少利润在第二季度被确认的呢 是一个非常未知的因素 这两个因素呢在这次财报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这次特斯拉能否被纳入标普500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被纳入标普500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请看现在这上面的这几个条件 特斯拉已经完全达到标准 现在只差最后一条 就是说过去四个季度的盈利总和必须是正的 而且是最近的这一个季度的盈利必须是要正的 如果这个条件能够被满足的话 特斯拉这次就会被纳入标普500指数 兄弟们 这感受大声啊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标普500的主动购买基金和被动购买基金 包括对冲基金共同基金都会不得已的选择购买特斯拉 包括之前做空特斯拉那部分的人也必须为了保命 需要高位的将股价赎回 这对特斯拉股价是非常有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斯拉股票的现行 过去的这几周特斯拉股票已经涨得非常的夸张了 我个人猜想这个消息已经体现在股价里面了 但是如果这次没有盈利呢 对特斯拉影响大王 我觉得长眼来说并不大 短期内可能会有下跌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购买的机会 之前没有上车的小伙伴也大家可以抓住那些机会 因为第三季度对于特斯拉来说 盈利的概率会比第二季度大很多 所以说特斯拉被纳入标普500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或者8月 还是说发生在第三季度 这个是暂时无法确定的 但是长远来看 它已经连续这么多季度证明了它可以盈利 而且产能永远跟不上需求 总的来说 不管这次它是否能被纳入标普500指数 特斯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是值得长期持有的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我只是说我的操作 如果说在财富公布之后 没有达到预期股价下跌 我会在纳时继续加仓这个公司 如果说它还上涨 非常好 两头都不愧 总的来说 特斯拉的交货数量已经证明了 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公司 这次能否被纳入标普500指数 也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因为它的盈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只不过可能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 它可能会稍微没有那么达标 但是如果这次不达标 第三季度也是肯定会达标的 长远来说 我依旧坚信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这次我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角度 来帮大家做这些视频 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 可以给我反馈 我们下次再见